面对疫情这么的严峻 疫苗被视为关键的解封 府方府院高层就宣誓 一共购入了3000万剂的疫苗 8月底前 会来这个有1000万剂来到货 其中国产疫苗高端联雅 其实已经在这5月28号 签约采购各500万剂 而且其实呢 换言之政府目前购入了3000万剂的疫苗当中 三分之一都是来自国产的疫苗 但引发外界最争议的就是了 国产疫苗还没有进行二期跟三期试验解盲 不过高端联雅都表示 目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二期的收尾阶段 如果6月中旬能够解盲的结果 能够来顺利的话 最快要等到6月底 最晚7月就可以全面来开打 而其实在解盲后 同步向欧盟提出申请 在海外展开三期临床试验 取得的国际认证 其中高端疫苗 打算在荷兰展开三期的临床试验 而联雅也打算 在海外展开三期临床试验 等于替布局的疫苗让照铺 一支疫苗都还没做好 国产高端市值已经翻倍几百亿 有人翻出蔡总统去年参访新竹高端疫苗 蓝军怀疑高端背后有人撑腰 更有人起底 原来高端前身就是吉亚生计旗下的吉亚疫苗 二零一七年才从吉亚生计分割出来 并更名高端疫苗 但看到吉亚也勾起许多国民惨痛回忆 因为二零一四年吉亚因肝癌新药三期试验 解盲失败 利空重创吉亚连吞十九根跌廳板 台湾生计业的大荷报连带 也拖累其他生计股全面崩盘 高端也被起底大股东 福佑达生计选举时曾分别捐赠给台南市长 黄伟哲一百万 苏贞昌子弟兵立委将红路五十万 吉亚大股东云成电子董事长 张兹林是吉亚执行长 张世忠的妹妹夫妻两人也以个人名义 捐款给新北市长侯有余十万元 可以说是来率都压保 疫苗风暴争议延消 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如何对得起还在生死边缘挣扎 等待疫苗的全体国人 接着综合报道 好 子萍连接来了置顶 最下面一个记得拜托大家 转子萍来议员记得按赞分享 同时继续来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现在应推国产疫苗 也让高端疫苗遭到了质疑 是不是在炒股呢 外界质疑声浪不断 现在高端疫苗整个被起底了 带您来追踪 到底怎么回事 好 其实高端疫苗的母公司是谁 是基亚 基亚曾经在2014年当时 因为肝癌药物解盲失败了 股价重创连吞19根的跌停 也拖累生计股连带整个崩盘 在野党就质疑了 背后是否有炒作高端集团 他们也要求检调要紧急的进入来检办 官都讲 就是我并不是说他们只有做 我是说他们当初在申请的那个 那个moment 如果说他是做到第二期的时候 他完整的第二期 那当然后来我也在说 大家都有做第三期 可能时间就会比较长 我只是想说一个就是说 如果都要把做完第三期 再来准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困难 那整个疫苗上市的 时间就会延缓 那至于国产的疫苗 我们当然希望他成功 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他一定成功 我只是说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解盲的时候 我们只是跟大家报告我们的一个程序 指的有的人就是说 我们的二期也没有做得怎么样 但是二期里面我们这三千人 是有一个科学的证据的 但没有代表就是说 这样子做完就非要准不可 那一切都还是要看解盲的结果 跟专家会议的决定 那相关的数目我们这些数目 每一个国家这个第二期的时候 都会收有不同的计划在 有很多的计划在 像我们国产的 他们也会准备再立起其他像类似 像二期的一些计划 那都会有 那所以就会 就会那个地方再看 所以美国家做起来 最后他从学术期间 他会很多种的不同的一个 的计划在 但我们这只是说他们在 通过EU位的时候他们送出来的 paper的里面 相关的文件里面提到的在二期的实验室 有这样的一个数目字 而且也完成应该有的程序 然后他们当然有就继续进行到 第三期去 第三期各有收纳的多少人 那当然都会来报给他们相关审查的单位 不过在EU位的时候 那实际上三期也还没完成 大家知道三期 因为数目很大 所以相对的时程就会拖得比较久 那如果通过三期之后 那等于是走向一个正式 要证的一个程序 就不是所谓的EUA 国产疫苗能不能打 那还是要通过EUA 现在还没有通过EUA 那当然如果有EUA通过了 那当然是大家的意愿 可以来施打 目前还没有提出三期的计划 那二期都还没有通过 政府采购高端疫苗500万剂 真的引发外界各界哗然 觉得里面很多的争议跟黑幕 没有办法一一来厘清 其中高端的第二期实验 计划主持人谢思明发文了 他说他们11位的主持人 都还不知道解盲的结果 政府就下单500万剂 没想到他的粉砖 现在无预警的消失 让网友质疑是不是被禁声了呢 不过另外呢 疾管署伦理审查会委员 刘宏恩教授也说 国外的疫苗第三期实验 达上万人 缴交第三期报告才取得了EUA 国产疫苗不做三期 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 真的越来越动有 国产疫苗没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 就可能在七月即将取得 紧急授权后上市引发争议 更受到批评的是 高端疫苗五百万剂 但第二期解盲结果都还没出炉 卫福部已经签约采购 就连高端试验主持人 也站出来说话 第二期试验执行总计划主持人 谢思明粉砖发文 我们11个临床试验主持人 都还不知道解盲结果是否成功 政府就先下单五百万剂 联雅也是 若解盲结果疫苗不够成功 合约该怎么办 还是已写好诞书 审查没通过 合约自动失效 没想到发完文章后 粉砖无预警关闭 引发网友讨论是否被噤声 为什么解盲是疫苗的成败关键 所谓的解盲就是我们公布说 这些受制的对象里面 有哪些是打真正的疫苗 有哪些是打安慰剂 打疫苗跟安慰剂的看体的差异 就是表现出疫苗的一个有效性 高端目前人为解盲也还没进行三期试验 就可能获得紧急许可 饱受抨击 来看看各国疫苗临床试验 BNT莫德纳AZ都已完成第三期 受试者人数分别为四点四万人 三万人以及二点四万人 提出实验结果才取得EUA 但国产研发速度最快的高端疫苗 第一期收四十五人 第二期临床试验仅收三千七百人 机关署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会委员刘洪恩直呼 学会中心应该认真面对网路话术 承认自己的EUA标准比较宽松 二期跟三期研究设计上非常重大的差异 就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去检验疫苗的保护力 你只有三四千个受试者 你如何在试验阶段有办法发现 这种五六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 严重副作用呢 刘洪恩表示没有大量受试者 进行实际施打反应就想上路 实在令人忧心 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动摇 记得程序班牙向于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来看到是其实这回 针对疫苗这么多的综艺 鸿海公司跟永龄基金会 其实已经专案申请疫苗进口 他们现在速度最快 已经在刚刚完成递件 就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 完成了递件 向石油手来递 买五百万剂算算 恐怕砸了一百亿元 这回永龄基金会是由创办人 郭台铭夫人曾馨盈 还有鸿海教育经济会执行长 汪用和 准备好主管机关所需的八项内容 所有的公文跟文件 在六一号中午十二点钟 向卫生福利部 食品药物管理署 递件完成 而石油署署长吴秀梅 代表主管机关来受理 曾馨盈说这个责任非常重大 能够完成这个交件的程序 也希望政府能够听见人民的心声 名嘴黄敬平则怒吼 政府东卡西卡就是不让疫苗来台 他建议郭董干脆直接把这五百万剂疫苗 直接用飞机运抵台湾 看政府敢不敢收 敢不敢直接的来做销毁 好这一回来看到的是呢 包括了永灵机机会这边已经递交了这样的一个文件 出资采购500万剂的是德国的BNT疫苗 要捐给政府防疫 而且刚提到已经来递件 另外呢包括了竹科工会也打算要购60万剂 还有佛光山也打算要买50万剂 好这个流程程序可能都还在跑中 需要他们到递件当中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他一开口 这回是先感谢郭台铭非常积极地办理最近事情 指挥中心正在检视相关的资料 要协助让他能够顺利先带您来之中 关于宏海公司跟友灵基金会专案申请疫苗进口仪式呢 在今天也就是6月1号中午12点钟 我们已经完成向主管机关递件申请 那在这个递交的文件当中除了公文以外 我们还准备了政府所需要的八项文件内容 一起送交主管机关 那非常感谢政府的协助 我们也重申了我们跟政府完全配合的立场 这个采购疫苗当然不是上街买菜 所以政府对于很多疫苗进口的 那个谨慎的心情我们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接下来递件之后呢 所有的这个相关内容 我们就会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也就是主管机关的发言为主 我们也谢谢郭台铭先生非常积极的扮演 这事情 那中午相关的资料也送达食药所 我们也收下来 那目前正在检视相关的资料 那有什么情况 我们会保持这样联系 来协助这件事情 让他能够顺利 那第二个 另外刚才讲说张晓中先生提到 他就完全没有相关的文件 只有当一个一个银本 总林基金会这边送出来的案子就很具体 那就给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我们说审查也好或协助也好 那才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可以来进行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那就赶快把他那个方案能够具体的提出来 那这样才有办法去进行